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没有人能想象出来 但是呢 他在整个现实的过程中 他是两点钟开始集会 那个时候还没有大雨 还没有起来 等到三点钟的时候 人太多了 主持人突然就灵机一动想出的办法 流水是集会 那人家外面进不了为员的人怎么办 为员最多成18万人 所以他就已经在为员的往外走 没进来的进来 腾出地方 那你们往哪走呢 你们想话的就围着这圈 你们就转圈吧 就这么来的 从三点钟开始 从三点钟开始 然后一直到晚上九点 警察不允许游行 那当时包括黎智英 主要是黎智英和这个 其他几个民主派人士 在牵头的过程中 搭着大条幅的过程中 就变相成为了游行 那个如果按照严格的条例上说 那是犯法的 但是呢 没有警察就没有暴力 这就是香港过去两个多月来 所发生的真实状况 而八月十八号呢 正好应对着六月十六号的 两百万大游行 相当特别 所以流水市 叫流水市集会 创造了一个奇迹 成为了香港历史当中 最大的一次集会的场面 我相信在世界的范围内 也很难说有两百万人集会 不可能 对吧 完全就不可能 那在这个背景之下 咱也提到了 Be Water的境界 就是今天香港人展现出来的境界 已经超越了当年李小龙 把这句话讲出来时的 他的权势的水平 今天的香港人 超越了当年李小龙 Be Water这句话的权势的概念 李小龙当时 在我看过他的原说法 他只是解释了 在固态跟液态 就是固态跟液态的背景之下 水可以无孔不入 据之成形 你拿什么样的东西 就可以装成什么样 但散之无辜 他只能说到这儿 但今天的香港人 当他讲出 天灭中共的时候 天灭中共意味着什么 不是我战胜中共 不是打倒中共 不是在政治层面 让中共回家 不是 是天地人 神佛道 在这人世中的 在这人与人间相关的 一切的生命 正的生命 灭掉 清除掉中共 这个概念 就完全不同了 当香港人 嚷出这句话 当香港人 把这句话 两次写在了 紫金花坛的花上 紫金花坛的坛座上 分成三层啊 第一个 第一次喷的是 8月5号的主层 8月5号是 8月4号晚上 第二次呢 是8月10号 喷在他的 这个底层 那我不知道 他上方还有没有 事不过三 第三线 共产党就晚了 紫金花 是中共的代表 香港的代表 所以 这是在我眼睛里 没有天灭中共的阐述 就没有今天 8月18号 8月18号展现出来 那份境界 那个相当至高的境界 因为没人能够 没任何一个人 绝非人的能力 能够把握掌控 将近两百万人 在大雨中 以这样的方式 来表达 表达他们 同一个声音 而这一次集会的目标 是警察 这一次集会的目标 警察跟中共 还为一体 今天的警察 就是真正的匪徒 真正的匪徒 他的起因 是那位少女 被打坏了眼睛 这是那少女 今天我做节目 看到最新的消息呢 他第一期就是 他应该分成几期治疗了 他现在已经出院 今天出院 眼睛没有完全失明 眼睛可以看到光亮 可以看到光亮 就是感觉到光亮 那他需要长时间的恢复 他需要长时间的治疗 作为叫612援助基金会 已经全都包下 他的所有的医疗费用 大概围绕他个人 可能捐款上百万美金 大概是有了 所以但无论怎么样 这件事情成为了一个导火索 这件事情成为了8月18号 香港人展现出来的境界 而他的境界就是针对 香港警察的那种魔鬼式的邪恶 结果就在有时差问题 六七个小时之前 香港警察的卑劣之行为 被医院的监视器拍到 被抓的很多人 他们是被警察打伤 关入了医院 两个穿着警服的警察 对一个被关在医院里 躺在床上 被捆在病床上的一个62岁的老人 大打出手 直接用警棍打62岁老人 是个男人 62岁老人的下体 政法委的做法 武警的做法 国安的做法 这是中共体制渗透香港警方之后 自然的表现 BBC这么报道 警方讲已经抓捕两名警员 涉嫌袭击至伤罪 警方强调高度关注 认为事态严重 重申不会姑息警队的暴力行为 他也完蛋 香港警察完蛋 整个香港警署 因为他是在执行任务 对吧 他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 发生的事情 对不对 那主持该任务的总指挥 比如说邓炳强 和今天的这个警务处的处长 跟他相关的叫什么 公安局的局长 他不叫公安局 相关所有的人都应该辞职 这是正常环境下 这是一个自由体制当中必须做到 香港民众党表示 62岁的上水市市民中先生 他6月25号 因醉酒与人发生称职 被这样袭警 从而被穿进去 这是前后的故事是给套在一起了 他个人是因为醉酒 但是呢 整个事情的本身 却把警察给挎进去 我觉得非常有趣的意思就在这儿 非常有趣的事情在这儿 民众党讲 视频是依照个人资料的相关条例 从医院管理局获得的 钟先生曾两次分别历时七分钟 六分钟的私刑 形容这种做法为十大酷刑 情节极其严重 转述事主及家人的话 指当时的警员说 黑警就是这么做事的 我会搞掉你老婆 跟你的家人 袭击62岁的老人 袭击他的下体 在街头执勤的警察 被打了脸的那女孩 那女孩在那儿站着 警察距离他的距离 他的距离 不会长过八米远 因为布袋枪只能打那么远 子弹只能打那么远 一个女孩子站在汽车站上 她看得着 故意打 对吧 在过程中 在执勤的过程中 在马路上 把女士的这个裤子 给扒下来 把女孩的内裤扒下来 这都是香港警察干 基本就是这么个状况 7月21号 在元朗 袭击警察 袭击市民的 毫无差别的白衣人 那样的暴打 一切真相的暴露 而律政司 却不对任何一个人 提出诉讼 这就是今天的香港 他就是 港府就是个笑话了 林卓廷 有关行为 令人震惊发指 是警队的败类 罪行之严重 可以判终身监禁 在场警察不制止 涉嫌公职人员 行为失当 要求警务处长 尽快把警员停止 展开调查 多名被捕的 反送中的示威者 及相关律师 公开指控 警方对示威者不合规 但警方回答时 充分保障 被捕人士的权利 被捕人士可以 随时投诉 而警方 接受投诉的 这个部门 同样归今天警务处处长管 升职 被罚 罚奖金 还是他说了算 什么东西 整个贯穿的香港运动的过程中 香港警察 独树一帜 那今天 8月20号 是他崩溃时的 崩溃的故事 整个故事 整个警方表现出来 是针对香港人的抗议 但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 却不是这个 香港反送中抗争里面的事情 是一个额外的事情 很有趣 很有趣的 额外的一件事情 却揭示出香港警方的品质 而香港的警方 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 他能够控制的环境中 他以为要出事件环境中 结果背后来了个蚊子 狠狠咬了他一口 咬死他了 为什么 蚊子钉在了后心上 这是一个通常发生的故事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